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5月13号周二 今天的行情非常值得大家说一说 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就觉得 老王昨天说这个大盘还要涨 赶快止损空头 你看今天老王被打嘴了吧 你看他这个大盘开高走低 昨天晚上我们看到这个九点钟 纽约东部时间九点钟的时候 纳指期货是接近了14000点 曾经刷新一个高点 然后我们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回落 差不多在昨天晚上九点钟的时候 纳指创出新高 然后逐渐开始往上往下走 往下走 在走高以后再开盘十点钟 然后逐渐逐渐往下走 然后这一根大洋棒开盘之后呢 曾经往上给出一个买进的信号 但是随后逐渐下落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回桥 那么标普走得更为标准一点 并没有去 昨天标普没有去创新高 但是打到这个1.618 回测 那么很多朋友说 这个行情到底是什么情况 什么原因 为什么大盘 也很多 ZeroHedge给了一个分析的原因 我觉得呢 是不大的 有一点牵强 他说 他说呢 早上的时候呢 这个共和党呢 就是给了大家一个 就说 要这个野伦的交代 为什么 你的数字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是6月1号 那么有很多人都说 在6月6号呢 或者6月7号呢 这个美国的债务上限到顶了 所以今天呢 CNBC 他这个彭博报道 说这个 共和党呢 在质问 这个野伦财长 他是怎么算出来 这个6月1号 是美国 钱没有了 然后呢 有的人认为呢 是大概在6月 高盛呢 是6月7号到8号 是一个真正的危险期 那么现在谈判呢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进展 另外呢 中国的疫情呢 在爆发 一周呢 有6000多万 6000多万的一个case 那么我们看到港股呢 也出现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下跌啊 那么昨天我也跟大家讲 美元指数的下跌呢 其实他是和这个 有两大关系啊 美元指数的下跌的 一方面是这个人民币啊 在继续的贬值 我们看到这个人民币呢 他已经来到了 这个7.05 7块05 这个前期的一个高点 可能呢 还要往上走 还要往上走 好 那么 大家如果再看港股 港股 香港同胞啊 最近两年啊 都是非常的不顺 这一波从10月份 一直拉到3月份的时候呢 整个的这个指数呢 好像 好像大家都在看好 这个上半年啊 下半年 港股会有很好的表现 想不到港股呢 已经刷新的新低了 一方面人民币的贬值 一方面的疫情 都是造成这个 股价下跌的原因 好 那么从港股 这个走势来看的话 非常可能形成一个 大三浪的一个下跌 也就是说 这个是四浪 然后这个是走一二 一二往下走 所以香港指数下跌是 非常的严重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日经指数 日经指数呢 终于啊 昨天这个 布兰特啊 他说这个 是来到了 这个 九转 对吧 九转 如果从周K线的话 的确是一个九转 可惜啊 他昨天没有大胆的去做空啊 这个 这个做空的难度是非常有的 但是现在呢 这个九转之后呢 他如果到了这个 这个小石图 并没有九转 但是如果这个走ABC下跌的话 他可以跌向 两万九千六百一十点左右 一点六一八 这个回测 所以这个 日经指数呢 我不会去做空 我只会去做多 另外呢 还有一个数字呢 就是今天的铜的价格 这个HG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呢 主要是看铜的价格 那么我们看铜的价格呢 现在是三块六毛三 今天跌了一点二三 只创下了二零二三年的一个新低 那么这个商品期货呢 是绝对不吹牛的 绝对不吹牛的 因为这个中国的铜呢 它是这个金属啊 它这个对中国的经济的发展 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今天美元指数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大涨 主要原因呢 可能还是与这个中国的 这个新冠啊 各方面有非常大的关系 你看欧元下错了43个点 英镑下错了23个点 24个点 澳币下错了43 澳元是跌的最多的 那么我觉得呢 在六点钟开盘之后呢 可以严重关注这个澳元 这个澳元 这个澳元可能要破位 那么最后呢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行情 今天也有朋友呢 咱们说一下几个案例吧 特斯拉 有很多朋友说 今天特斯拉比较好做 其实特斯拉它难度非常高 因为它今天呢 是我觉得有点像五浪的一个冲高 对吧 今天低开以后拉高 拉高了以后 来到192就出现了一轮 比较猛烈的沙跌 ABC下跌 然后AI AI的话60分钟图 这个股票还是非常不错 但是呢 我今天有朋友问我要不要买 我说不能买 为什么呢 因为它走到了这个五浪以后呢 它冲高了以后呢 它走了一个ABC的一个下跌 还有UPST 这个也是基本上是一个五浪的冲高 对吧 一二三四五浪冲高 这个是A B C 所以整个的大盘 从这些个股来看 基本上 如果说明天这个 咱们这个有NVIDIA NVIDIA的话也是会走一个A B C的回调 所以从这个PVP的走势来看 我们还是面临了一个 这是第一浪 第二浪 第一浪 第二浪 这个是第一浪 纳指还是一个有效的调整 而不是一个熊市的开始 所以我觉得呢 大家不要去杀跌 不要去这个 在高位做空 因为这个呢 明天可能走到这 ABC 但是明天因为有NVIDIA 然后有报夜期 所以可能会明天继续盘整一天 因为今天这个指数啊 它高开以后呢 快速的 一个回落 快速的一个回落 今天高开了以后 微微在这里高开 是吧 今天大盘在这里 微微高开以后 5月22号 这个是昨天 今天是低开以后 拉回来 把这个缺口补了 所以基本上走成这个ABC的一个下跌 现在还是一个调整 如果我们看60分钟图的话 整个的还是一个妥妥的调整 就是打到了 这个是三浪之后呢 我们走这个四浪的回调 打到这个第一浪 然后咱们Pull Back 第一浪 一浪 二浪 然后咱们走到三浪 A B C 下跌 非常有序的 下跌 千万不要认为说 这个是个熊市 那我们再来看SPY SPY的话 这个呢 有点复杂 打了一个ABC以后呢 这个是第一浪 那么这个第一浪呢 今天被打穿了 所以从 这个一浪 二浪 这个是第一浪 这个二浪 所以我们可能走这个 一二一二 还是要往上走 还是要往上走 所以未来的大盘 还是非常的关注 那么 昨天布拉德呢 这个晚上的时候呢 也不知道他在欧洲 还是亚洲 哪个地方 他说这个加息呢 还要加两次 这个今年的时候 然后呢 JP Morgan的这个总裁呢 他说这个利率呢 还是要继续上扬的 但是今天 美国国债利率 却没有上扬 开始有点回落 代表衰退 然后同价的创这个 2023年六个月以来的 一个新地点 好吧 所以从大盘来讲的话 大家不要盲目的 先去朝底 先观望一下 今天呢 我主要是做了 这个 昨天晚上 我做了这个 NQ 对不起 RTY 这个Rossel 因为咱们有美女分析师 在这里认为会涨 所以我们没有在1824指引 在1815指引出来 然后这个 出现回落 这边我们没有参与 没有参与去做 这就是我 今天操作的 那么欢迎大家呢 如果对老王的直播间 有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加微信 一天一杯咖啡钱 好吧 这是我的微信号 休斯顿电台的听众朋友 打8009588561 好视频的朋友呢 或者YouTube的朋友呢 扫微信 我们有波浪理论 还有现在这个九转啊 还有这个F Fair Value Gap 这些我们都可以 帮大家分析 好吧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